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 蔡馬的習作 平時我拍片 一定開頭一堆開場白 今天當然不說 因為主角不是我 邀請到高進馬業的負責人 Dr. Lee 接受我們一個訪問 都會跟我們說一些 例如我反工作 或者有些馬圈秘民 大家最想聽的 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Dr. Lee 你好 叫Alan 不行的 我這樣客氣 大家知道 很簡單問你 這個高進馬業成立了多少年 當中經過了多久 其實如果輸縮範圍 不如由我開始進入蔡馬這件事講起 其實當然我跟大家一樣 都是中學生的時候 上面是編文書 下面是馬經那些 當然對蔡馬很有興趣 出來做事 社會打滾 開始都可以在何戰上支持到自己 那又開始怎樣 其實我跟很多現在的人 我都是由敬進會開始先的 我不是收到 大家說有一個Routing 幾張訪問我 我是由敬進會開始 當然裏面又要參加很多活動 同意地由敬進會提升我 我想問先 敬進會 例如理論上 譬如入會 就沒有真的做馬溫會 這麼嚴格 自己申請 自己申請 那個有沒有什麼資格 身有簽罰 有份正常的工作 有收入 有 因為他都有Routing 不止馬制Routing 人都要Routing 例如有沒有犯罪紀錄 有沒有一些事情 曾經discipline都會 例如 你沒有犯法 但是在你的專業裏面 你曾經discipline的問題 都是會查到的 就會 那會不會欠兩期卡數 你沒有被人追到法庭 有的 真的會有的 真的會有 欠錢是 他不會reject你 他會拼著你的申請 直至你先搞定條數 會的 要求就是要身家清白 但不一定要很有錢才能夠 不需要 是 那裡面就會認識到比較 是否會認識到更多人 你又說得對 因為 競技術裡面 我們曾經說過 要參加很多活動 才會提醒你的維持 會推薦你 你參加活動的時候 自製 例如我們去探馬 例如去參加很多 關於創馬的課程 例如去鋪草皮 不是給錢鋪 是真的去跑道 嘗試學 工人教你如何鋪好草皮 那些活動 會認識到很多創馬的朋友 你說得對 高進馬也是由這個原委出來 為甚麼呢 我們整群朋友 升了做Racing 之後 大家說不如鋪好鋪馬 大家說 Ellen 你這麼熱心 不如你幫我們找一隻馬回來 接著 成立團體 接著 大家組成團體 然後鋪錢 找馬 第一隻馬是甚麼 就是美夢成真 當然我之前也有隔人的馬 那些再早期的 就不用說 美夢成真是高進馬 也是第一隻馬 也是整群朋友找回 那時候很便宜很便宜 港幣PP 一百萬都不用 美夢成真是三班 一百萬都不用 不好意思 那天一百萬都不用 那天是甚麼財職 那時他跑了八場 好像在澳洲 贏得一場 但是我怎能看中他呢 一來我總是A2H 那時還可以 那時還可以 現在還可以 後來他的前速很厲害 但是在澳洲 那些大場 四百多米直到 就扎回來了 那我發現這些 在帕馬地有機會 補一下猛 所以便買回來 那邊 因為那個本身 都是大馬主 後來覺得這些 又閹了 又沒有成績 又判不到總就不要了 已經清貨了 那所以就回來了 那很幸運 那一年就贏了 聯教授挑戰班 然後自此之後 就開始有些團友 又開始有介紹 為了團友有助養馬 從此 最初我都是為了興趣 後來有些人 就說不如找一隻 找一隻 那我在想著 那不如先入一隻公司 正統一點這樣做 就不要自己 即是回答我頭 那這樣 起碼有單有據 全部東西有根有據 那去做電視 那便有規模一點 那去做電視 那這樣 所以這就是高中華業的 起初 即是說起初 想問是只有你一個人 或者已經有其他人 其實都是一個 現在都有一些同事會幫忙 那就是 當然Sales Formica 會不會有些中央 即是你說不是立刻 會有很多客人找來 是的 那怎樣由 譬如說 初初可能可能搭波球 最後可以 有足夠的客人 才可以開一間公司 其實呢 那你 史瑪田也知道 我本業 其實不是全職做賣犯的 即是 我都是一位 主義群士 即是一個股價師 即是一位 其實 在賽馬方面 我真的很有興趣 當然 以國時間很多 那你也說 找客方面 很多時候都會來自 其實你講得很對 是朋友介紹最多 還有 香港很有趣的 你說中了簽 你身邊有很多朋友 會出現 喂 我認識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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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隻勁馬 很多人會跑出來 是的 是 為那位馬而介紹的 是 你放心 抽到簽 你不會買不到馬 即是 例如 他覺得 我知道 可以被人賺錢的 已經預算了 沒有問題 我預算了 不過我覺得 如果給連馬師賺 那連馬師賺完 就會幫我盡力做事 所以我就會很批評給連馬師 所以剩下我們那個 所謂的麻煩 我們的市場 不是很大的 其實 你說起一件事 其實連馬師 他除了收入 說那些獎金 揚馬費 他們賣馬 都賺很多 不如先說他們的練馬 我忘記了 800-900元 一個月 那個叫做練馬費 練馬費 其實原則上 你給一隻馬去訓練 一個月賺你800-900元 其他的六七萬元 是硬撥的 是馬會收的 OK 好 所以他養七十隻馬 你800元 就每個月 五萬多 其他全靠獎金 你贏了一場四班馬 他實際收你 五萬多 五萬多 一場四班馬 你問一下練馬師難不難 你問那幾位難不難 即是很難 每合格都難 對不對 練馬師做了很多這些買飯生 但都見你可以和那些練馬師合作 那即是 會不會他們自己是買馬 還是那些才能合作 其實沒有說合作 即是有時是 一定有的 有時的馬主 因為我們可能 不在買場式 有些馬主 可能是我們私底下 即是已經認識了 已經認識了 然後就說 好好好 你幫我買一隻馬 那什麼價錢 怎樣怎樣 找到之後 有時十二的馬主 有沒有哪個相數練馬師 那些這樣 那便會推薦 但有時我們都說一句話 在我心目中 沒有最好的練馬師 只有最適合你的練馬師 哪個最適合呢 例如有些馬主說 喂 不要搞那麼久了 我希望兩季 所謂 大家的說法叫什麼 要拿著這隻馬 盡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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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季 行的了 不要拖 不要把兩季盡贏 贏了就算了 那些練馬師 做到這些 那些練馬師 是喜歡萬火之餘的 那便又攤長電視 即是他不是不盡力的 不過他不要那麼吹逼一隻馬 你說是容天群 是這些 哈哈 都可以這麼說的 他是萬火之餘 所以見他的馬的狀態 其實很穩定 很少會突然一條街輸 多數一條街一定會流血 或者如果一隻馬會輸 一條街他都會拿出來跑 是啊 有時我都說 彭哥 彭哥 學會跑 不要跑 因為他很害怕馬受傷 例如你只有七成狀態 來了香港兩個多月 試了兩個閘 他覺得狀態還沒得 他怕上陣的時候 那隻馬 為了跟著大隊 那狀態還沒得 你夾著一隻馬 那隻馬便會傷 他就很疼馬 所以他會做足準備才跑 所以基本他跑的馬狀態都在 這裏 再說一下 彭哥就是 有時自由度比較大 例如 你說想 這次的馬有些機會 我可以找一些大騎士 那些 他就說 我幫你問一下 還有彭哥有一個很有趣的 他就說 不如這樣 你不要說只給一個了 你排個次數給我 哈哈 因為怎麼快 大哥 逐個 排了電話嗎 排了二三四給我 然後跟著找 當然 他都不會說 理想點 他都會給他 因為他有專業 就是他覺得 這個騎士 這隻是騎士的 你 那我想問 有沒有推薦過 周俊樂騎士的馬 其實今季 是他明顯 這個泰國控證據 跟周俊樂是一個 加強合作的 對 Jerry都很好 可以是 最重要的是 報告到隻馬的狀況 例如隻馬要加斜 陣上有什麼問題 要告訴我們 你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對證一下 你看下一步 怎樣做 怎樣做 究竟怎樣可以 更好的部署 很重要的 不是騎完隻馬 哦 輸完算數 沒有意思的 Jerry也好 報告一些都準確的 所以這樣 好 我們第一節先講到這麼多 第二節 就有更多一些 多看一些知道的馬圈秘密 跟大家分享 待會再見